並且把這兩個button取消掉 因為游標現在沒有在上面 這兩個就不能動了 那比如說我要點哪一筆 一樣自動跳上去 要deleteer就把它按個deleteer deleteer之後呢 兩個按鈕又消失了 所以主要的程式流程是這樣子 那這一題跟各位講一下 沒有介面分數 沒有介面就是介面已經幫你做好了 所以剩下的就是要寫程式 而且這個程式還蠻冗長的 那你想說 哇這麼冗長 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嘛 不過還好啦 它有大概三分之二的程式都已經幫你寫好了 你只要把三分之一的程式放上去就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有空的話自己再看 因為這個我沒辦法解釋說 它這裡面到底寫什麼 因為它的這邊所寫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動作 至於細節的話 各位老師們自己再看一下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是一樣 第一個動作呢 請執行什麼呢 執行程式期裡面的那個 程式期裡面的這一個 這個練習系統 不過順便講一下 在做這個動作之前呢 請你先把剛剛做的備份起來 為什麼 因為在執行之後 它會把前一題的 前一題的那個 作答 通通刪除掉 刪除掉再蓋一個新的上去 所以你剛剛做的呢 就會不見了 好就會不見了 那怎麼辦呢 做這個動作之前 請你先把資料備份出來 備份在哪裡呢 這個地方你可以開啟 C點底下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然後這邊 GD01對不對 請你把這一題 看一下 要不要 Copy到 Copy到桌面好了 然後把它改一個名稱 叫110 這樣就好了 否則的話 你剛剛做的東西 都不見了 它這個是它的練習系統的一個缺點 它不會提示你說你要不要存檔 直接把它蓋過去了 所以以後如果在學校 給學生練習的時候 要跟他們提醒一下 你要交作業之前 你做完之後 你不是就執行 資料全部都不見了 你做等於白做 要重做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備份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練習體執行起來 然後呢 執行210的題目